055大型驱逐舰打了一枚舰载反舰弹道导弹 或者也叫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这么重要的事情 自然刷屏了世界各国军事媒体 俄罗斯军迷将我国心的舰载反舰弹道导弹称为中国告示 而美国军迷直接拍了个短视频 称赞055发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令美国无法应对 在更多的媒体表述中 出现了航母科兴改变海战规则的用语 其实这一点都不夸张 笔者甚至感觉 这是大型做战舰从航母手中夺回主力舰地位的重要时刻 055打一发高超音速导弹 咋就这么重要 这是很多网友心里一直纳闷的事 大家都犯低估 就打了一发导弹而已吗 有那么厉害吗 真的就那么厉害 055大型驱逐舰这次打的导弹可是不一般 它是一种舰在反舰弹道导弹 是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一种 而且是最厉害的那种 直到东风211D 东风26型反舰弹道导弹的人应该很多 055大型驱逐舰这次发射的导弹 就可以看作是东风26的缩小版 话说着美国海军 一直引以为傲的就是航母战斗群 美国航母舰队为啥蓝对付 无外乎两点 打得远 防得住 打得远 说的是美国航母的舰载机 比如F-18A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可以挂载预差反舰导弹 对最远700至800公里外的海面目标进行攻击 考虑到实战中情况复杂 一般不会发挥出极限性能 但也足以对600公里外的目标进行攻击 这是他打得远 那防得住呢 还是从美国航母的F-18AF舰载机开始说 在执行高速截击作战任务的时候 可以抵达最远600至700公里的距离 对轰炸机等目标实施拦截 当然 考虑到实战中还需要保留空战时间 不能耗尽燃油 脱离了航母空情指挥范围等因素 一般也不会飞这么远 但是如果情况紧急 也还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美国航母编队内的阿利波克级驱逐舰 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等 也可以为航母提供防空掩护 它们的标准二防空导弹 能对120公里外的空中目标进行拦截 总而言之 要打美国航母战斗群 就必须要具备两个能力 第一个是打得够圆 第二个是能突破防御 当然威力是越大越好 有这样的武器吗 中俄一直在探索 什么YG-12A超结合远程反舰导弹 什么YG-12中型超音速反舰导弹等 不声为举 但是没有一种能产生对航母的绝对威胁 毕竟YG-18导弹巡航段是一亚因素 可以被拦截 而YG-12导弹的射程为400公里 又不够远 自从东风21D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出现后 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 因为反舰弹道导弹打得够远 东风21D射程2000公里 东风26射程4000公里 完全可以在航母威胁范围之外进行发射 甚至在陆地纵深就能对海打击 而他们的突防能力又很强 弹头使用高超音速导弹设计 飞行弹道采用临近空间高度的前雪森弹道 大气层内最大飞行速度达到15马赫左右 且可以进行机动控制 命中精度和突防能力都有保障 美国航母几乎无法对其进行拦截 但这样先进的反舰弹道导弹 过去只在陆地上可以使用 意味着它本质上属于一种 脱坏之海权的一路遮海装备 还是防御性的 无法在更为广阔的东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等海域使用 不能发挥出完整的威力来 然而 此次海军直接把反舰弹道导弹 搬上了圈舰 这就不一样了 这意味着 055大型驱逐舰 可以在这这种几乎无法拦截的导弹 这种射程超过1000公里 在航母打击半径之外就能发射的导弹 对任何航母舰队 在任何海域发起强力攻击 这可不就是改变了海战形态吗 美国航母不能拦截吗 说了这么多 肯定还有人要犯低谷 人美国航母就是木头吗 人家不会拦截吗 当然会 但是拦不住呀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能对付 高超音速导弹的防御系统 何谓之高超音速导弹 按照美国人的说法 就是大气层内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 并且全程可以保持可控机动的导弹 不管别人有没有这种导弹 反正美国自己是没有这种导弹的 这意味着美国无法针对这种导弹发展防御武器 因为美国连测试防御有效性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都没有 目前美国的防御系统 无外乎三种 第一种是典型的防空导弹 比如什么标准2 ESSM等 它们都是在大气层内拦截飞行的目标 最大射高一般低于24公里 第二种是反导拦截弹 比如标准3 萨德等 这些反导拦截弹一般都是在外太空 以动能杀伤的方式 拦截弹道导弹使用 当然 拦截之前首先需要解算出敌方弹道导弹的飞行弹道 第三种是末端拦截系统 比如密集阵进防炮 海兰姆进程防空导弹 激光拦截装置等 都是在10公里以内发挥拦截作用 然而 反舰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在临近空间高度 或者也叫做压轨道 近空间等 这个高度一般在距离地面20100公里左右 反舰弹道导弹 高超音速导弹等 大都在这个高度飞行 对于美国防御系统而言 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防空导弹够不着这么高 且即便是够着了 也是飞行的末端 导弹几乎没有机动能力 无法对付高速飞过的高超音速导弹 而反导拦截弹又不能在这个高度作战 他们本身就不具备在大阶层内机动的能力 于是 高超音速导弹 特别是弹道导弹时的高超音速导弹 就成了没有防御武器能对付的家伙 他们从防空导弹和反导拦截弹的防御空隙中刺穿 成为一根针破一张网的典型 再者 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极快 在他们下追的阶段 往往速度超过10马赫 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 更是可以达到15马赫左右 任何防御系统 什么防空导弹 进防炮等 此时都只能望弹星探了 而能够对付这种导弹的办法只有两种 上升段拦截和电磁干扰 上升段拦截要求在导弹起飞阶段就把它打下来 一般很难做到 而五国的反舰弹道导弹 还配备了光学制导系统 即便是面对强电磁干扰 也有悲愤的办法进行制导 总之 这种导弹就是很难防御 055搭载反舰弹道导弹 创造了怎样的海战形态 如果说055大型驱逐舰搭载反舰弹道导弹 改变了海战形态 那就得说清楚 它把海战形态变成什么样了 笔者用一个最简单的表述来形容 列舰 资深军迷一看就明白了 这就是发现及摧毁的能力 过去在海战中 两个交战大国的航母编队会互相探测对方 并且主要依靠航母舰载机来完成制空 制海作战任务 护航的军舰更多是承担保护航母的任务 或者像我过这样的 护航军舰还可以分担一部分反舰 堆地打击的任务 毕竟我们有先进的反舰导弹 但是以后 这个模式就不同了 变成了航母主要承担防空掩护 远程侦察的任务 而一旦侦察飞机 海洋监视卫星 侦察卫星 无人机 一警戚还是随便什么东西发现的敌人的航母舰队 那根本不需要考虑军舰如何突防 导弹如何攻击 如何起飞攻击战斗机去打敌人航母等问题 直接就让055大型去逐渐打上几发 十几发 甚至几十发反舰弹道导弹 问题就解决了 海战的方式变成了列舰 发现敌人海上目标 就可以将其迅速摧毁 由此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航母逐渐取代其他舰艇成为了海军绝对主力 绝对核心 尤其是取代了战列舰的主力舰地位 称霸世界海洋已经有80年了 按照海军发展的规律 是时候出现一种新的军舰取代其主力舰的地位 或者至少和它的地位平等了 正如战列舰取代了贴甲舰 无畏战列舰取代了前五位舰 航母取代了战列舰一样 总会有一种兵器取代航母的地位 过去 人们以为会是核潜艇 但是时间证明 核潜艇地位虽高 但是还不能够和航母平起平坐 但是如果像055这样的1.2万吨大型作战舰 甚至未来可能的2万吨级 4万吨级作战舰 搭载了反舰弹道导弹 甚至是更强大的反舰弹道导弹的 情况就会改变 这样的大型水面战斗舰 就会成为新的主力舰 起码它会取代航母主攻的地位 它们才是对海 对地打击的主力 航母只是为其提供防空掩护 目标侦察的辅助 它们互相依靠 完成不同的任务 此时 大型水面战斗舰 终于再次有机会从航母那里 夺回主力舰的位置了 海战形态就这样被055 打一发反舰弹道导弹给改变了 然而从现在开始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我们自己如何防备这种武器呢 就把这个问题 留给下一个十年来解决吧 055型驱逐舰代表着 目前我过船舶工业在大型水面 战斗舰艇领域的最高水平 其长度超过了180米 满载排水量达到了1.3万吨 装备了112单元的 舰载通用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携带两架 G20F反潜直升机 这款驱逐舰的整体设计非常流畅 一体封闭式围杆的运用 使得船上不再有杂乱无章的天线 从而提升了隐身能力 另外055装备的 现代化射频系统 除了包含新型S波段有源 相控阵雷达之外 还在主位杆上 集成了全新的 X波段相控阵雷达 大幅度增强了055 驱逐舰的应变能力和任务灵活性 以及针对多种复杂目标的探测能力 至于舰载武器系统 就更不用多说了 其火力目前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第一 055拥有可以发射精确制导炮弹的 130毫米主炮 每分钟射速超过1万发的 1130件防炮 24连装的海洪骑士 舰程防空系统 以及可以兼容英机18反舰导弹 海洪骑士6防空导弹 东海是对陆攻击巡航导弹的 112个垂直发射 善缘都证明了这一点 可能有人会问俄罗斯海军的 彼得大地号 和东力巡洋舰理论上 不是火力更强吗 基洛夫级携带的导弹数量的确很多 堪称武库舰 但是055驱逐渐在现代化程度上 甩了基洛夫几个身位都不止 双方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战舰